日本聖山富士山及自然美景 豐富生態與傳統文化與異生 二零一三年榮登世界文化遺產美名 日本當局甚至拍攝宣傳片 歡迎遊客造訪富士山 為了民眾前往旅遊 第一個反應去世這句話 CN報道指出疫情結束後 民眾報復性出遊 七月開始就已經有高達六點五萬人成功登頂 數量而二零一九年相比增加百分之十七 但隨之而來的就是遊客亂丟垃圾 三山區的廁所明明已經貼上標語 要民眾把垃圾帶回家 但還是有人強行破壞廁所的垃圾桶 硬是將垃圾丟入其中 CN指出當地清潔隊 光是二零零四年到二零一八年 就在山上清出八百五十噸的垃圾 如果在置之不理 環境與生態恐持續遭受嚴重衝擊 事實上阿曼的阿拉伯大領洋保護區 德國德勒斯登一北河谷 以及英國利物浦海事商城 這是因為過度開發景觀受到破壞 從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上被除名 官方表示由於民眾可以輕易自駕 前往富士山 未來不排除建設輕軌系統 統一民眾交通管道 限制旅客人數 遊客擠爆富士山一睹美景的同時 卻未能維護山區環境 未來富士山是否還能保有 世界文化遺產的身份 成為日本政府必須著手處理的棘手難題 三里新聞是頂豪報導 早